德國柏林音展璀璨落幕 其中對台灣人來說 最受矚目的重頭戲 就是台灣資深攝影師 李平平為國爭光 以長江圖奪下傑出貢獻獎 不過音展中的最大贏家 還是貨班最佳影片的海燕 紀錄片中刻畫難民冒險 橫渡地中海的影像 如實呈現離鄉背景的悲哀 奪得柏林音展最高榮譽金雄獎 其實仔細觀察可以發現 今年柏林音展不只得獎作品 聚焦難民議題 不少演藝大咖 也紛紛出面為難民發聲 今年音展還特別推出 陪難民看電影的計畫 讓在地人與移民互相交流 促進雙邊文化融合 柏林音展在當地時間 21號正式泄幕 閉幕紅毯星光翼翼 更多了一分關心社會的情懷 記者 陳建英報導